迪英美国旧,爆出祸不单行家中又出事故,子子迪美忍不住叹,我老妹绝对活不了,可能我也会崩溃。 迪英30日飞奔至美国旧,爆出家中祸不单行,除了高龄85岁的妈妈爹伤手臂,小弟也因多年前脑部开刀的关系,目前神志不清,不过他近日来反映一场冷静,让身边有人直呼不可思议,然而,其实他在人前坚强,唯独在子子面前脆弱。 迪美31日出面受访时耿叶表示,妹妹心急想就子的模样,她全看在眼里,她只会跟我撒娇,只会哭给我看。 迪英传出家中祸不单行,妈妈爹伤,弟弟至今神志不清,图翻设字迪英脸书。 针对孙安佐,原名孙华,恩托桑,在美国受控和事件遭待仪式,迪英的亲子子迪美31日受访时透露,因为担心外陈的安危,三天来几乎没有睡,每天闭眼就是在想这件事,心更累。 他表示,希望美国法官可以给孙安佐一个机会,能够平安回来。 至于迪英和孙鹏这几天心急救子,迪美也都看在眼里,至于外界指迪英一场冷静,她则表示,姊妹俩与其相依为命长大,迪家共有三女二男,从小扛起家几责任,家中所有事情都是由他们负责。 加上父亲早逝,环境逼得姊妹两人不得不坚强,她只会跟我撒娇,只会哭给我看。 一想到若孙安佐被判有罪,被关,她再也忍不住泪水,我老妹绝对活不了,可能我也会崩溃。 迪美心疼迪英,她只会哭给我看。 图 据中国时报报道,迪美心疼表示,迪英如今每个月仍会支付台币十万元的家用,给高龄85岁的妈妈和小弟。 近来妹妹除了要跨海旧子,家中更是货不担行,不仅小弟因多年前开脑部手术,至今仍神志不清,妈妈近来更低伤了手地,蜡烛两头烧,迪美忍不住叹,我妹妹疯掉,我都很庆幸。 为了救孙安佐,迪英已和孙鹏搭击飞迪美国。图翻设自迪英脸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